这个锤做法比较麻烦了 它要在里边把一根一根架子都给织好了 像我们盖房子那种支架一样 它都得弄得非常磁势 完了再粘板 粘完了这个板 外边再贴金 在整个底下或用藤杆或用木头杆 它是拿袋子给缠起来的 整个就漂亮了 古代名将当中有拿锤的 最典型的裴岩庆圆霸 双锤架 拔大锤当中拔大锤 四个宋将一人拿一对锤 反将也拿一对锤 那么就凑起来整个是拔队 双手拿锤 是可以砸 可以挡 可以除 在舞台上 它也有出手耍这么一个作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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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